大家好,我是牛妈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乌米饭团 这个就是上一个视频做乌饭麻糍 剩下的一点乌饭叶残渣 剩下的残渣加了一点清水 然后用来泡糯米 糯米浸泡了一个晚上之后 然后淘洗干净,再上锅蒸酥 还准备了几个咸蛋黄 先倒一点白酒去腥 然后放糯米一起蒸酥 蒸糯米饭嫌麻糍的话 也可以直接用电饭锅煮熟 蒸熟之后的糯米饭颜色 就比刚才要深很多 先打两到三勺糯米饭 然后压紧实 再依次铺上黄瓜条 生菜 胡萝卜 肉松 咸蛋黄 然后是酥脆的炸凉麦片 没有的话可以用油条脆 都是酥脆的 但是这个麦片会更健康一点 再放两片牛肉 花生 然后淋上酸梅油醋汁 也可以用蛋黄酱 沙拉酱 真的特别好吃 这么大个我一人能吃两 然后做螃蟹 然后做螃蟹